中美关税战至7月起开打 不过中国贸易仍受惠于全球的需求增加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7月的进出口数据都好过预期 以美元计价7月出口按年增长12.2% 市场原先预期只是增长一成 进口增出亦显着扩大 按年增长27.3% 几乎是上个月的两倍 进口增加令到贸易顺差按月大幅收窄超过三成 计及人民币因素 以人民币计价出口按年升6% 进口升2成多 贸易顺差亦收窄至1769亿 值得关注一下的 是期内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略为收窄 由6月的289亿美元 略减至7月大约280亿美元 不过仍然接近有记录的高位 有分析就认为 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关税并未全面反映 相信8月的数据会反映更加真实的一面 而美国的关税战一浪接一浪 之前表明对5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货品 开征25%的关税 当中340亿美元货品已在上个月加征关税 至于其余的160亿美元货品 将会在23日起开始征税 美国在星期二公布了货品的清单 接近279类货品 包括半导体、电子产品、塑料、化学产品及铁路机械 当局指有关行业受惠于中国制造2025计划 美国半导体业协会说 对美国政府的决定感到失望 直指措施将会损害美国半导体业 而非中国的半导体业 而且不会有助停止中国有问题的 据歧视性的贸易行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